穿蓝色外套的女骑士 红灯石砖车缝 结果绿灯一起步 左边的大型连接车 轮胎直接压到机车 女骑士整个人卷入车子下方 因为刚好有一个拖板车过去没有压到 原本打方向灯准备右转的自小客 车上民众赶紧下来帮忙搀扶 还有附近店家有人拿着三角追市井 提醒后方车辆 也有人赶紧通报119 女骑士坐在地上 手部骨折 意识清醒 救护人员用最快的速度将人送医 意外发生在高雄三明区 九如一路和正义路口 3号上午10点多 实际来到路口观察 不时看到有大型连接车或是小货车经过 尤其是在上下班时间车流量高 机车骑士穿梭在车阵中看起来相当危险 事发地点可以看到这些车子他们准备要右转打了方向灯 因为路口没有分快慢车道 骑士只能停在后方等待 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5月 九路一路和正义路口就有三件受伤车祸 多半是汽机车擦撞意外 附近店家也说如果是在这条路骑车真的要特别小心 要钻了 尽量靠右一些了 机车骑士跌倒时手部骨折受伤 本案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警方从监视器来看 连接车友部分车身开进机车停等区 已经违反倒交管理条例可处900到1800元 至于女骑士钻车缝差一点让自己丧命 有没有相关的肇事责任还得再理清 TVBS新闻赵丽纪元高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